那么今天下午呢 第一节目呢 首先呢 把上面的一个技术指令啊 来做一个结尾 那么还剩一个指令呢 叫KID指令 那么KID这个指令呢 KID首先呢是个单词 这个单词中文叫做猫啊 但是这个猫和这个指令 所表达的含义 没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什么关系 两个概念啊 不是同一回事 那么KID呢 它的指令 它有作用呢 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我们先从作用角度来看吧 第一个作用 作用一 作用一呢 KID有直接打开一个文件的 这么一个功能 有直接打开一个文件的功能 那么今天上午呢 我们又有一个命令 可以打开一个文件 哪一个来着 VRM是吧 那么VRM 所以它呢 打开一个文件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啊 VRM 然后呢 Install Log 打开之后 我们之前的这个命令 还能看到吗 看不到了是吧 就是只能呢 在这一块 你往上滚动的时候 你发现滚不上去了 就只能限定在这个文档里面了 那么这个是VRM打开的一个效果 那么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呢 这时候呢 咱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 这个叫CAT命令 那么CAT命令呢 作用说它可以打开一个文件 所以是直接打开一个文件 注意关键词 是直接打开 那么什么语法呢 语法就是CAT 空格 这个空格 千万不要扫了 空格加上文件的路径 这个时候强调的是文件 不是文档了 文件夹 它是打开就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必须是一个文件的路径 然后我们看看效果 那么文件呢 我们依然使用这个Install.log 看看什么效果 CAT Install.log 按回车了 走 往前翻 看看我们这个鼠标 能不能往上翻 往上 往上 接着往上 再往上 应该东西太多了 上不去了 但是注意 注意什么呢 我们在VM里面呢 退出的时候 是不是要按一下 冒号和Q啊 但是你注意 现在它是不是已经退出了 因为我们看到什么了 是不是看到它了呀 对吧 那说明它已经恢复到了命令行里面了 并不是说 此时在这个文件里面 它不是 它是直接已经把文件显示完了 我们并不需要去退出 所以说呢 CAT呢 它的这个作用呢 是直接打开一个文件 并不是需要我们说 看完之后还要退出 不需要退出的 它直接把那种全输出出来了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读取 一个是输出 读取之后才能输出嘛 直接输出啊 这个效果 就是我们在看完之后呢 并不需要去按一下这个冒号和Q的啊 这么一个操作了 这是显示完成之后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不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 并且呢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前面的一个 前面有一句话 叫finish的 installing packages 说已经呢 把这个包啊 全部给它 弄完了 其实就是把这个文件里面东西的全部已经堵出来了 意思呢 这个文件里面东西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就没了 这是结束这个位置啊 所以CAT呢 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啊 就是可以查看文件 那么以后呢 如果说我只想查看一个文件 我不想进入编辑 不想进入编辑的话 那么可以就不用VIM了 用谁呢 用CAT了 用CAT了 这个呢 就比较方便了啊 这是CAT的第一个作用啊 直接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作用呢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啊 所以呢 可以把它标一下 那么再看一下 除了这个语法之外 它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 第一个呢 这个呢 送点是在查看文件上 打开文件内容啊 那么第二个作用 作用二 作用二除了 CAT除了有打开一个文件的作用 第二个呢 CAT呢 还可以对文件进行一个合并 它能够把多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 这个还比较神奇的 看一下语法 语法二 语法二呢 同样命令开始 CAT 那么如果说要打开多个文件 并且把内容合并起来 所以后面这个参数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来写 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要合并的这个 带合并的啊 带合并的啊 带合并的文件路径一 第一个啊 空格 带合并的文件内文件路径啊 路径二 第二个 那如果再有呢 接着写就行了啊 一直到文件路径 直到你不想不想再合并了 到这个地方停 停之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把它合起来了 但是合起来之后 是不是要成立一个新的文件呢 今天前面我们讲了一个东西 叫输出重定项 我们要把它保存到一个新文件里面去 所以呢 箭头 这这个箭头 你想用一个箭头 还是两个箭头 那就看你的需要 如果呢 我是想只是创建一个新文件 并且只用一次 只合并一次 那OK 那这个时候你用一个箭头 覆盖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想把之前的内容呢 还保留着 不然在用的基础之上 再加东西 那就用两个箭头 但是这种用法的话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就一个箭头 就一个箭头 把几个文件组成一个新的文件 用一次就够了 所以这边呢 一个箭头行了 然后后面呢 就是合并之后的文件路径 看这个路径 想保存到什么地方去 把这个路径呢 给它写上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CAT的第二个用法 那么这个用法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 现在呢 我要求要合文件了 比如说 例如 我们要合并 合并 两个吧 合并两个文件 那么两个文件呢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Install log里面 东西比较多啊 那么待会在写的时候呢 可能不大方便 那么这样 我把这个Linux啊 看这个Linux是不是还有啊 是在Linux13里面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我们把这个Linux13里面呢 写点东西 LS 看一下有没有啊 号码下面的 这里面 Linux在 Linux1在 Linux10也都在 行 那么写点东西吧 这里面呢 我们打开一下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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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Linux .txt 做个标记就可以了 不用写太多东西 写少一点 那么反正好观察一点 然后这个文件呢 也打开一下 这个呢 我们写个Linux1 Linux1.txt 那如果说 我想再多合一点呢 可不可以呢 行 那么把后面这个Linux10呢 也再写一下 叫Linux10.txt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三个文件里面 就都有东西了 按照刚才所讲的语法 那么首先呢 看它开头 然后要合的文件 第一个我们要合的是 根目录下的 Home里面的 Linux123里面的 Linux.txt 这是第一个文件啊 我们这个文件呢 注意它不是在我们当前的 入台用户的加目录下 所以呢 要把这个路径给它补全 至于补全呢 你是用相对 还是用绝对 都可以 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 Home 然后下面的 Linux 多了个什么 多了个斜抗 能不能行呢 也可以啊 你再加三四个斜抗都可以 如果斜抗连在一起呢 它会当做一个来识别的 这个没有关系 那么再往后来 再来一个 看三个能不能合的起来 再一个呢 在Home下面的 下面的 然后呢 Linux10.txt 那么最后的话 我要把这个文件呢 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到哪去呢 保存到我们当前目录来 当前目录上 那么当前目录的话 我起个名字啊 那最后的话 就起个叫合并.txt 合并.txt 那么看最后呢 它能不能合并成功 好了 走了啊 一二三 哎 那么命令呢 执行之后呢 它没有任何报错 那没有报错 不代表成功啊 这个是两码事 那么首先呢 看一下 Ls当前路径下 有没有 哎 在这啊 合并.txt 那么合并.txt 你们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看一下 那么之前呢 我们有个VM VM是不是可以看到 合并是吧 那么现在有了一个CAT 就不用打开了啊 CAT 合并 哎 是不是三好内容啊 哎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三个东西呢 就合到一起去了啊 那么这个呢 是CAT的第二个用法格式啊 就来对文件来进行一个合并的操作啊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啊 当然这个用法呢 得配合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这个叫输出重定项来用的 那么如果说不配合输出重定项的话 那它就不能合并了 为什么说不能合并 那么执行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效果 对啊 它分别打开每个文件 然后打开了三次 所以呢 输出了三个 但是呢 呃 我们这么看的话 一般意义不大 一般用这个语法的话 都是会把这个文件已经合并出来的 并且保证到文件里面去啊 这个得配合上面那个用啊 要是单独用的话 单独用没有什么意义了啊 合并三个文件 并且存到一个文件中 好 这边的话需要去配合一下啊 配合输出重定项 使用啊 嗯 那么最终的这个合并的话 其实是这个输出重定项起到这个作用的 它前面呢 只是负责把三个文件打开了啊 那如果不合并的话 不用出重定项 它也合并不了啊 合并主要呢 是它的一个作用 好 这两个用法呢 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打开一个文件 一个是打开多个文件 最后呢 合并到一起啊 这个用法 一样记得 好了 那么基础命令呢 就介绍到这个位置 我们基础命令呢 一共有十一个啊 十一个命令 谢谢大家